當然你也可以這邊設定一個格式化條件 比如Ctrl Shift向下 選起來之後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一個規則 這規則的話呢 如果儲存格裡面的值 假設第二個 儲存格裡面的值呢 它等於4的話 我們要要找4的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4輸入上去 如果儲存格裡面的值 等於4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把這個格式改成 也許是 紅色的字 填滿的話呢 是黃色的底 類似像這樣 按個確定 這樣的話呢 把4個地方都做一個不同的格式顯示好了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的話呢 大概是